有一次一個學弟就跟我抱怨 他們醫院的問題 他就說他那時候十幾年 這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好 是不是 那他就是那個 那時候我們大部分的一個 泌尿科的結石 都是用所謂的 硬式的塑尿管徑 就是一根很硬的一個管子 進去處理這個石頭 那其實科技越來越進步 因為那個硬的 會有些角度彎不過去 所以就開始有些廠商 就開始發明叫做軟的 就是說可以轉彎的 就像那個胃鏡進去 可以這樣轉彎 左轉右轉 OK 那一樣的 那數量管徑是比較晚發展的 OK 那十幾年前一個 我們就拍一個學弟去美國 看這些東西 那看完以後他就覺得說 哇 這就是未來 這就是我們醫療的未來 所以他回來以後 他就非常積極的 就是跟醫院建議說 所以我們必須要 採購這樣的設備 因為這會提升 我們整個醫療的水準等等 那時候一部分當然也是 健保沒有給付等等 那另外一部分 據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醫院的主任 所以他的長官們 不是很喜歡他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醫院裡針鋒相對 生離死別的劇情天天上演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就要來告訴你 有哪些情節在醫院真實上演呢 一 二 三 三 三位以人 又遇過哪些揪心的情況 好棒 白色巨塔裡面 有很多愛恨情仇的故事在上 我們一般以為是 電視劇裡面演出的 或者在新聞裡面看到的劇情 但是在醫院裡面 只有有過之而無不及 今天到底有哪些故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 超傻眼的 處處都有讓人生氣的小人 我們醫院裡面有一種 就是麻醉針劑 大家俗稱牛奶針 那個Propofone 他就打了一會大家會睡著這樣 那一般來講我們會在麻醉病人的時候 做一個導引 那位同事他其實就是有一陣子 還有失眠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我們給100CC的這個藥劑 80是給病人 另外20CC其實是要報銷的 他沒有報銷 他就把那個藥投回去 然後就自己打自己這樣 那剛開始 他是自己打自己 因為他們麻醉科 就是護士自己打針 是都還滿容易的事情 他就替自己打助眠這樣子 然後剛開始是這個樣子 結果後來就到最後有點像成癮一樣 就很像吸毒了 他需要的那個量就越來越大 後來他就變成說 他會報Double那個病人的劑量 比如說病人就只需要100CC的 他報200 然後剩下的自己拿回去 所以到最後會被大家發現 其實就是因為他麻醉那個病人 用量都是別人的兩倍 那剛開始被發現的時候 有一些同事知道了 就想說是不是要提醒他 然後還是要去舉報他 就是有幾個高階一點的同事 資深一點的就跟他講 講完之後他心情更差 用量就更兇了 那有一陣子他們就想說 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舉報 但是一旦舉報了 他的護士指導會被吊銷 然後他一定會被要求說要自動離職 然後他會被送樂界 所以沒有人願意做那個壞人 結果最後這個 可是你這樣就更害到他了 對 最後這個同事的結局就是 他有一天就是上班的時候自己打 然後他在廁所被發現的時候 他就已經沒有那個生命真相 他就死在廁所 那不是跟一般什麼超商生命 你都在廁所打毒病打到死 對 類似就像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們醫護人員 要拿到那個各種管制藥品 對我們來講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自己的自制力 變成要非常的強 如果稍微意念上走偏 你就可能是一個本來是好人 那你做了一個錯誤的事情 對 我再補充一下他這個藥 他主要通常出問題 就是會造成呼吸抑制 對 所以說那有時候 比如說有的人酒量比較好 那我們如果要幫他麻醉的時候 你一開始推的藥量會比較多 可是你要知道 他打的是已經有醫護員在監測 對 而且他有監測器 沒有人耶 所以他那個沒有 他就自己可能為了要睡 就自己一口氣推一針 那有一次中了他就 對 他就呼吸抑制 因為你要夾那手指 量你血壓跟心跳 心跳 對 還有血量濃度 對 這個東西就是讓Michael Jackson 對 Michael Jackson 就是這樣 對 所以你會越打越貴 最後這樣子 我剛剛講了 一萬次裡面 或一千次裡面 舒服一次他就可能 也死了 有一次一個學弟就跟我抱怨 他們醫院的問題 他就說 他那時候十幾年 這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好 那他就是那個 那時候我們 大部分的一個 泌尿科的結石 都是用所謂的 硬式的塑尿管徑 就是一根很硬的一個管子 進去處理這個石頭 那其實科技越來越進步 那因為那個硬的 會有些角度彎不過去 所以就開始有些廠商 就開始發明叫做軟的 就是說可以轉彎的嘛 就像那個胃鏡進去 你可以這樣轉彎走出來又轉 OK 那一樣的 那數量管徑是比較晚發展的 OK 那十幾年前一個 我們就拍一個學弟 去美國看這些東西 那看完以後他就覺得說 哇 這就是未來 這就是我們醫療的未來 所以他回來以後 他就非常積極的 就是跟醫院建議說 所以我們必須要 採購這樣的設備 因為這會提升 我們整個醫療的水準等等 那時候 一部分當然也是健保沒有給付等等 那另外一部分 據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醫院的主任 所以他的長官們不是很喜歡他 覺得他鋒芒太弱 所以說就覺得說 你這樣子 你現在進了這個 這個東西我們又不會用 那你買了這個東西 就是你一個人在用 那他就會覺得說 這不行不行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案子擋下來 但是其實一般每個科 都會有自己的預算可以花 那所以那個長官 為了要把這個預算花掉 就去買了另外一個舊款的 打石頭的一個機器 就說反正你就是要打石頭嗎 那我們買這個也很好啊 其實他們醫院已經有雷射 有雷射的機器不需要再去買 就你已經有 重複了 對啊 你已經有更高階 你去買了一個落伍的機器回來 其實他就是為了把預算花掉 那所以結果這個學弟就 什麼都沒辦法發展 後來他就是奮而離開這個醫院 我要講的是說 十幾年下來現在在學會裡面 雖然我現在已經不再做密尿科 但是我可以看到 結果學弟是對的 現在全部都是這個東西 當年那個醫院有機會 快速的走到前面 結果現在卻錯過那個機會 是啊 在醫院裡面大部分的醫生 除了那些專心看診的醫生 與世無症的醫生 或是專心在家庭裡面的醫生以外 其實大家真的就是 對我們醫生而言就是 真那個位置 有時候你錯過這次機會 下次這個人下來了 也不一定輪到你 因為你已經老了 年紀過去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在真那個位置的時候 在當下都會很激烈 以前在一個醫學中心 就有一個副院長的位置 剛好有兩個 兩個很有力的人在競爭 講A跟B 那個A的話 他其實是很厲害的 就是病人非常多 他的論文也非常多 學術地位非常高 但是因為他就是因為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人當有一些才能的時候 通常會比較骨癖 比較清高一點 所以他不太屑於去跟長官 講一些事情 因為他覺得這個位置 是他的囊中之物 除了我之外 還有誰有夠格去當這個位置 可是B就不一樣 他知道他在一些東西比不上他 可是他一直以來都很會抽取 可是因為那個A的鋒芒 實在太露了 那個長官就有暗示他說 可是他實在是太優秀了 如果硬要提拔你的話 其實會怕太多人講話 B看看好像形勢不大對 因為離那個人事案公佈 剩下兩三個月 他就想說那不行 我一定要想辦法打擊他 就好死不死 A剛好在那時候 開一個病人的恢復 不是那麼那麼好 一般來講 那個醫院裡面 如果出這種醫療糾紛的時候 通常就是醫生自己 跟病人協調嘛 然後醫院在公關 在幫忙協調嘛 那可是因為 醫療資訊其實不是對抖的 其實我們 在我們內行人來看 我們都覺得那A醫生 其實並沒有做錯什麼 只是真的運氣不大好而已 可是那個B就很炸 他就把那個病例調出來 他自己看了半天 用一種催毛求疵的那樣子 找出了六七點疑點 然後就想辦法 送給那個家屬的 病人的家屬 讓他們拿這個去找 讓他們去找那個醫生的麻煩 就搞到那醫生 那幾個月都為了這個 在忙這個事情 然後可是 那個醫生還是很厲害 他一直覺得好像 打一拳好像不大夠有沒有 你知道嗎 我們醫生好像就是 平常在那邊 我們也是會有一些空檔時間嘛 你可能會去外面喝咖啡 會去哪邊一下嘛 你可能早上怎麼樣 他就是 他就跟廠商在那個外面的 一些咖啡店喝咖啡 那個 他就很散步說 這個人常常在上班時間 沒有 他說他在上班時間 去做一些私事 又是晚上他跟廠商出去吃飯 他也找人去偷拍 對啊 然後又說 他每次在辦忘年會的時候 都有收受廠商的馈陣 對啊 就這樣三館旗下 好小人喔 對啊 所以這很奇怪 在社會上小的 最後常常會成功 不過很厲害 後來那個A男就很生氣 就當然 咽不下這口氣嘛 就馬上就遞離子彈 就離開那家醫院 他現在發展的 比在原來的位置更好 因為他自己有本事 對 他自己有本事 不想再在裡面搞了 對啊 真的 很多這樣被逼走的 人才就是這樣被逼掉的 有一天的大夜班 我同事 然後他就是 就是在上班 然後突然有一個病人很喘 然後我們要緊急通報醫師嘛 然後我們打過去給醫師的時候 然後一聽就知道那醫師 因為都還沒開嗓 就在睡夢中 就喂 這樣子 然後我說某某某哪一創 就是還 就是突然喘 趕快來處理 然後他連聽都沒有聽清楚 他就說觀察就好 就啪 就把電話掛掉 對 然後我們就說 好 那我們當然是上紀錄 因為這是我們的流程 然後我們就上紀錄 然後用我們的護理知識 來幫那個病患來紓緩這樣子 然後結果到了早上 果真主治醫師出現了 然後就看到 這病人怎麼那麼喘 然後轉頭就問我們護理師說 有沒有報告值班醫師 然後值班醫師 沒想到就是 罵得比那個主治醫師還要兇 直接劈頭就說 對啊 怎麼沒有跟我報告 然後我們說 我們有打電話給你 他說 沒有啊 我記得你們沒有打電話給我 而且你們是報錯床號 對 就開始怪罪我們護理師 對 我們就非常的生氣 然後後來就這件事情 有一直在追究 全院也有在做檢討會 然後後來那個醫師 還偷偷去跟家屬講說 是我們護理師的書室 對 然後那個家屬就說要告我們 然後就是要讓我們去坐牢這樣 然後後來這件事情就是 有開一個檢討會 然後後來有 才知道原來是這位 小人醫師的書 還要掉童話記錄我的媽媽 對 就是傻眼貓咪耶 那個時候我家旁邊 有一個獨居老人這樣 那他常年就是只有自己住 那他的兒子也不曉得在哪個地方 那我媽有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突然聽到一個 鐵門撞到的聲音 砰 很大一聲這樣 那那個時候已經半夜兩點多了 然後就從那個老先生的那個 那個房子發出來的 那我媽就找了幾個人去 想說要不要一起過去看一下這樣 結果過去看了以後才發現 他果真是從他的那個二樓的樓梯 因為他的房子是鐵皮做的 所以他從二樓樓梯這樣摔下來 撞到那個鐵皮的聲音 然後就是昏倒在那邊 那我媽他們趕快把他送到醫院去 那送到醫院去以後 就第一個時間就想說 要通知他的兒子來這樣子 結果他的兒子到了 第二天還是第三天的時候 才出現兩個兒子這樣 結果出現的時候 一個是從台北來的 然後一個是從台東來的 到花蓮來聚集這樣 一到了以後呢 就在這個病房裡面就開始吵架 就吵說那接下來就是 因為這個老先生很明顯的是 接下來一定要請人家照顧 那接下來這個照顧的費用 誰要出 然後還有這次的那個醫療費用 什麼的這樣 結果後來這件事情吵完了以後呢 他們兩個是再也沒有出現 兩個兒子是再也沒有出現的 幾個鄰居看不下去以後 他們就就是自己 就是等於說大家出錢 一起幫這個獨居老人 找了這個外籍的看護來 那結果找了外籍看護來 然後可是這樣 就時間這樣長下去 拖下去也不是辦法 那總要有人出錢這樣 然後呢 後來才知道說這個老先生 其實他有這個存私房錢 他存了 對他存了這個 差不多一百萬的私房錢 但是這個老人 他就有跟這個看護說 其實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還是 我之後還是會繼續付你薪水 其實我有一筆錢這樣子 結果這個看護知道的這個老先生 有錢了以後 他找了他的這個外面的男朋友 就是台灣交的男朋友 然後他這個男朋友呢 很誇張是他後來住進了這個 老先生的這個家裡面 他們就是 等於說他們那一對情侶 是跟老先生一起住的 然後每一天都對這個老先生就是 就是那種言語暴力啊 然後威脅他 然後就 讓他去開店做投資這樣子 那老先生那樣不同嘛 結果後來那個看護就開始說 就到處去放話說 那個老先生會對他性騷擾 然後會對他毛手毛腳 然後還有在言語上面 就是對他不禮貌 然後要大家做街坊鄰居出來 就是討個公道 對 然後希望 把那筆錢拿出來 當作和解的那個 和解金這樣子 那最後老先生受不了這種 就是這種壓力這樣 最後就真的把那個 就是一百萬 就拿去給那個看護 結果那個看護也沒有用啊 是看護把那個錢 拿去給他的男朋友 結果後來那個男朋友 就不見了 就跑了 拿到錢以後就跑了 然後最後呢 那個老先生也沒有錢 再請這個看護 對啊 然後後來那個看護 就是也走了這樣子 對 後來變成一個 很悲慘的一個狀況這樣 你們不用督促我 我會拼命運動的 對 好好的 我不想到說還要推給你 我告訴你 我有錢 他都知道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好可怕 還讓他都知道 好可怕 還男朋友 不能限制他不叫男朋友 對 嚇死 超感人的 這事實上竟有這麼催淚的故事 我們來聽聽感性的事 有一天晚上就是半夜 然後都很安靜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病人是用醫酒送過來 就很喘這樣 一個50歲的中年人 然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很焦急 那這個病人喘到 很奇怪 就是他的肺部其實是乾淨的 但是他整個看起來就是像一個 拜血性休克的狀態 那他前面之前是大腸癌的中後期 他已經開過刀了 後來我就幫他查查了 發現他其實是 肚子破了 腸子裡面有東西破了 然後破了之後他是腹膜炎 那所以他造成他全身的發炎症狀 所以他才喘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太太說 因為知道他有大腸癌嘛 通常你如果有癌症 中後期 通常就會開始要討論 你要不要安寧照護啊 或是你要不要急救這件事情 我就說你要不要急救 然後他就說 我們是有討論過 但我沒有想到是那麼快 那我還沒有心理準備失去他 雖然他在醒的時候 他是說他不要太痛苦 然後他後來想一下 他說那醫生 他是我不救的話 他馬上就死了嗎 我說也沒有那麼快 我說如果救下去的話 是還有可能有機會 他說那醫生 我相信你這樣 所以他交給我 我們就幫他急救 然後找外科 然後他就順利的就出院了 就是沒有什麼後遺症這樣子 結果半年後 有一天又有一個 到院前死亡的病人來 他在救護車上還有一點喘 後來到急診就死了 結果死了一下子 我們本來就要準備CPR嘛 結果就突然聽到 另外一個醫生說 不用救了這樣 結果這個時候就有一個人 來我旁邊 翹翹我的肩膀 他就說 鐵醫師你記得我嗎 我就是那個 上次那個 這個太太啊 謝謝你啊 這個半年啊 對我來講 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非常非常的夠 我還可以繼續 我們之間的夫妻之情這樣子 然後我每一天 每一天都很珍惜 所以我覺得到這樣子的程度 我覺得夠了 夠了 我沒有遺憾這樣子 後來換我自己了 換我自己當癌症病患的家屬 就是我爸爸有一天 在獵三豬的時候 因為我是原住民 在獵三豬的時候 就突然肚子大痛 雖然因為用超音波說 有看到一個東西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原住民 膽囊裡面如果看到東西 寄生蟲 我希望是寄生蟲 因為我們有時候飛鼠 從樹上掉下來 我們就會先把它的鎬丸吃了 而且我們也吃蝸牛啊什麼 所以我希望它是寄生蟲 結果我爸爸很壯啊這樣 後來我就說 那你來台北 我來幫你處理 結果來台北他 我看到他整個人黃膽 然後拖著洗米箱的時候 我就覺得大不妙了 後來最後發現是膽囊癌 後來開完刀之後 很不幸的 他就是轉出去了 我好像在做一個慢跑 長跑 但是我始終抓不到 我想要抓的東西這樣子 就這樣一直陪伴他 那還是很珍惜每一天 那也嘗試做了很多的治療 都是健保不給付的 就希望他可以脫活久一點 那有一天晚上呢 他就半夜就突然大痛 然後倒汗醒過來 然後我就說你還好吧 我就趕快請護理師來打針 然後他就跟我說 剛剛你阿公來過 誰來過 全部都是過世的人 然後他就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在照顧我 然後我說你可以 他說你可以不要那麼辛苦 我說他說如果沒有辦法救我的話 沒有關係的 我隨時都可以再去找他們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這裡很痛啊 對 然後就在最後最後真的都沒有 然後我爸爸開始就是 那個病容就很難看 就是臉整個凹陷 然後可是四肢非常非常的腫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 他就直接放在我們的安寧病房 然後我就我在樓下上班 然後護理師就會常常打電話下來 說天醫師你媽媽又發飆了 你媽媽又發飆了 然後我媽媽前面裝得很堅強 可是他到後面 他才知道說真的 老公好像真的要死了 要過世了 他開始每天都罵 你這爛醫生 你到底打什麼 你們只有打鎮定劑 只有打馬飛 你這爛醫生 沒有 我完全都不想回應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 對啊我是爛醫生 因為我沒有辦法救我爸爸 我真的是爛醫生 那時候我爸已經沒有辦法講話了 有一天他突然坐起來 用力坐起來 沒有辦法完全坐 但是他就看著我媽媽說 每一個人都會走這一條路 結果我媽就哭得肝腸寸斷 最後最後他快要離開的前兩天 他就看著窗外 他就說他就突然講話 那是他講的最後一句話 他說你看天堂很美 就是女的無法形容 但是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你要把你這個人生走好 你就會看到 那結果他就突然就 每況愈下 那個時候我本來就是 那時候他希望我趕快結婚 所以我就趕著在醫院結婚 結果他也是沒有辦法趕到那個婚禮 結果最後最後一天 就是最後一個晚上 那天我本來是值班的 結果我的同事就跟我說 你不要上班 他們就突然出現我就很感動 就說你不用上班你就上去吧 結果那個晚上我也沒辦法合眼 就是他連他的最後那段的呼吸 我每一個都很想用心用心的去聽 去感受他的呼吸這樣 結果後來早上他開始心跳越來越快 然後就加那個監視器啊什麼 然後帶著氧氣罩 我就在他旁邊看著他 結果那心跳越來越快 我說我就想 我是急診醫生 然後病人死了進來 我都可以救回來 然後他走得出去 我的爸爸我不行 對 那時候有那種衝動我想要做 然後我可以CBR 我可以加藥 我可以加呼吸器 然後他會醒過來 可是他不會 我只是用那些去撐他的呼吸 跟他的心跳而已 然後一下子 那心跳就沒了 我整個人重重的摔在地上 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到底是什麼了 這樣子 每次在急診遇到這樣的病人 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 珍惜 就是珍惜 那爸爸是很樂觀正面的故事 對 告訴大家 對 我們 聽完了以後突然也一定 你沒有辦法回復那個情緒 對 我們 其實它是發生在產部裡面 機率非常非常低的一個狀況 可是羊水酸塞一旦發生了以後 致死率非常非常高 常常看這樣的病人來來去去 就比如說我們 因為我們是一般外科 然後我們就在婦產科的刀房旁邊 然後我就記得那一年 就是我在開急診刀的時候 他們隔壁又說 就是真的是一個羊水酸塞的媽媽 然後你那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那時候我心裡面已經覺得 有一個對家庭的一個想望 就覺得說可能之後有小孩 就突然就覺得說有一個 有一個心有氣氣焉的感覺 然後那個媽媽CPR完畢之後 好像很舊回來 他們就說要結上葉克膜 按了ECMO之後 他就住來加護病房 那通常大家都覺得不是很樂觀 所以下急診刀之後 那就是那天晚上相關隔壁的人員 什麼大家都會過去看一下這樣 發現媽媽的命真硬耶 好像撐著按的ECMO 也還繼續活下去 但是因為依照我們以往經驗 那個都不會撐太久 每次會客時間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爸爸就帶著他的大女兒 然後來看他這樣子 大家感覺一家人就是很有愛 爸爸也很愛他這樣子 結果就這樣子我們想說 到底會到什麼時候 到第三個月有一天 他就醒了耶 然後雖然中間那段時間 我們看到他的那個手指端 因為ONECMO的關係 那是必定會犧牲的 那個枝端都黑掉 想說他之後大概會截肢的這樣 可是他就醒了耶 然後醒來第一件事情是 也插插呼吸吸什麼 他就看著他那個小女兒 就想要 他的女兒 然後就想要碰他的女兒這樣子 結果從那一刻起 之後我們就覺得奇蹟又發生了 過一個多禮拜之後 我們聽說他就把管了耶 然後後來後來再三個月 整個這樣完成三個多月過去以後 有一天我們就聽婦產科同事說 你記得那個媽媽嗎 那你開刀在隔壁那個 然後後來他有截肢 就是少了一隻手跟一隻腳 然後他就出院 然後就為小孩堅持下來 然後我必須承認 因為那個時候比較年輕一點 你那時候看到他這樣子三個月 那麼痛苦 那個手都黑掉 你心裡會覺得說 人為什麼要活那麼痛苦咧 如果這樣的話 或許安心的走 也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那個真的很恐怖 人整個都腫了這樣子 可是後來自己當母親之後 我大概可以了解 你無論如何 聽這故事已經是 雖然是有些遺憾 但已經算圓滿了 對啊 媽媽出院的時候 活下來 全家還在一起 對 他右手右腳沒有了 左手牽著他大女兒的手 然後爸爸抱著心生的嬰兒這樣 生小孩真的很危險 真的 像之前我就是認識一個記者朋友 然後我在懷孕的時候 他就有幫我寫過一篇網路新聞 然後寫完之後 就一直都有在聯絡嘛 他就說 今年過年 他想要再幫我做一個專題 他就說 那你們過年的時候 我想 我現在想到沒辦法講 一連續集 我應該先講的 一直在催淚 好可怕 好可怕 不是單元 媽媽的神經就很脆弱 妳知道嗎 淚線很發達 然後他就說 要幫我做一個過年的專題 我說過年 妳會怎麼幫妳的兒子打扮 去要紅包幹嘛 就聊得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也知道他懷孕了 然後 當然就是家裡迎接新生命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那我就說 那祝妳平安順產 然後後來過年之後 我就看那篇報導 就是已經 已經看出來了 我想說 那應該已經生小孩了嗎 然後我就請我的經紀人 去關心一下 看是不是 去看看他這樣子 然後結果那個訊息 對方回覆說 我姐上禮拜 就是生小孩 然後就是不信仰 所以算是很多事 然後我都不敢再問了 因為那實在是太可怕 就是我沒有辦法想像我們 前兩個月才通電話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 祝妳就是平安順產 要不要拿個什麼 寶寶的東西 因為他是第一胎 然後結果後來 就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 接下去問說 那小孩子呢 因為那真的是 沒有辦法往下問 然後對方也就沒有在 回覆訊息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說 妳還記不記得那個記者 然後他已經過世了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生一個小孩 媽媽都是冒著生命危險的 所以我說 妳真好對我好一點 妳講的講的 這才是重點 我自己是生產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在 我已經離開榮走了 可是在附近 我就是去榮榮生產 然後我那時候生產的過程中 其實還算滿順利的 然後寶寶出來的時候 就聽到寶寶的哭聲 我學妹就進來 他們就很開心報告 我講說妳看妳看多重 妳就這樣跟我講 可是那當下的時候 我就忽然間覺得 我肚子好痛 那個痛的感覺 是比我生產 整個生產過程中的那個 症痛還要痛 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因為我沒有生過 我在想說 生物上痛是正常的嗎 我不太確定 我實在痛到 我實在受不了之後 我就說學妹學妹 妳先把寶寶抱走 沒有辦法抱他 我就說 我有點痛 我很客氣 我有點痛 我肚子好痛 這時候他們忽然間就說 到了 然後很快的我就開始 就是我真的就沒有精神 我就開始眼睛就沾不開了 然後那時候 那一天他們剛好我們的慘法 要做急救訓練 所以他們隔壁間 他們一個賈安妮詐邊 然後那天來的人很多 然後我很幸運 剛好在八點 交接班的時候 因為我是痛了一整個夜 我好在沒有在半夜生 所以八點的時候 人手最多 結果我聽到學弟有喊說 不要再開玩演講的 這裡真的要急救 然後就很多人就進來了 那我那時候已經完全沒有辦法 把眼睛睜開 他們一直在討論說 我要不要插管 我要不要幹 可是因為我自己是走 妳都聽得到 我那時候還聽得到 可是我張不開 我聽得到聲音 我也沒有辦法講話 因為我講不出聲音 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自己做重症的背景 我想說 我不插管我一定會死掉 我就心裡想說 我今天要插管 你們不要再討論了 可是我沒有 你自己講 你自己講 你自己在心裡講 裡面沒有發出聲音 因為麻醉科醫師跟婦產科醫師 一直在討論 那個婦產科醫師 不想事情搞得這麼大 他說 可是他是本院的醫師 然後麻醉說 不行一定要插 我現在想說 快插我快死了 對 然後也聽到學弟說 學姐我要幫你打字 我想快打我快死了 然後那時候 就在那一刻他們 麻醉就是因為真的非常的疼痛 麻醉就跟我講說 你用力吸氣 因為他們吸那個麻醉的前導藥 你用力吸氣 真的很痛 我就用力吸了一口之後 然後忽然間就 比較不同 我想到說 那一瞬間想說 這種事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的寶寶怎麼辦 我只看了我寶寶一眼 妳那時候心想 會自己有機會沒有醒來 我那時候覺得我可能會死 是不是 對 我那時候真的就 所以吸那口氣又 對 但是因為我真的是太痛了 所以我還是吸了第二口氣 因為那我就沒有直覺了 然後接下來的事就是 人家轉述 因為我先生有陪我進去 他那時候就在旁邊目睹一切 我大事 然後就一個人就待在那邊 後來一天大家就手蠻腳的 然後說 我先生就一個人站在廠房裡面 後來一天有個麻醉科醫師 就看到說 這個人是誰 然後就回家就開始接受 這是我們本月的嘉醫科醫師 他說不管他是誰 是家屬就幫我請出去 然後我先生就出去 我媽他們都在哪個路上 包括我公婆 就他們來說 他們都嚇死了 因為他說 我先生一個人就在外面 然後奶奶自瑜 他們問他都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 那一刻我們可能就是會離開 我在蘇醒過程中 其實我開始有聽到聲音的時候 我問一聽不懂那是什麼聲音 就很吵詹很吵詹的聲音 那一刻我不知道我是死的還是活的 我很清醒我那一刻還沒看到 漂亮的天堂 我沒有看到 你聽不懂語言 對 可是那聲音組合的過程非常的有趣 就是你冰死之後 你回來的過程中 那麻醉蘇醒 我不知道每個人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講話都是有畫面的 我忽然間我的腦袋裡面 就像一個拼圖一樣 他就 就出現一個完整的畫面 我後來就聽得懂他們在講話 我就聽得懂 需要在那邊討論事情 我就稍微動了一下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學妹有救回來了 你目前就是已經直學了 但是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我總共 真的 整個大換學 就是五千里面我留了三千細細的學 然後他說 目前正是止住了 但是後面他說 二十小時內 我還是隨時都可能會來出學了 如果止不住 他說我可能做血管酸塞 或者是子宮 我整個都要拿掉 然後就到了恢復室的時候 看到我老公 我抱脫痛哭 真的是恍如隔世 真的是恍如隔世 因為兩個真的抱脫痛哭 我們一直哭一直哭 我們兩個就在那邊一直喊說 我們不要再生了 我們就是不要再生了 嚇死了 等一下 我再問妳 妳到底想不想再生 媽媽就敢生了 生完就忘了 生完就忘了 這個才是更偉大的 我那時候做不孕症治療的時候 我們那天要 就是旁邊一定都會有 各種做不孕症的準備要做的媽媽 那有的時候偶爾就會 李竹妮我也在電視上看到妳啊 謝謝…妳好… 我跟妳講 妳最近也在做試管 我說對 我也在做試管 然後她就說 妳做會不會肚子脹脹 我說不太會 然後她就說 我會好脹喔 妳沒有感覺 我說沒有 然後她就進去看診 然後等我進去看診 我就問醫生說醫生 他說都OK 但是只有一顆軟泡 他說所以妳要很加油 就是我們看運氣 我說可是剛剛前面那個媽媽說 她肚子很脹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因為她肚子有二十幾顆軟泡 然後我就哇 然後我老公在旁邊 非常沒有禮貌的說 然後我就亂講話 然後醫生就想說 我們打擊應該很大 醫生就說沒有 二十幾顆不一定一定受孕 一顆也不一定不受孕 所以妳要充滿信心 我說好 充滿信心的就回家了 隔幾個禮拜又要準備 開始做那個試管了 然後呢我還是沒成功 因為我只有一顆 所以我在取軟的過程就失敗 那就要準備 再回來跟醫生討論 下一個療程的時間 我們要什麼時候開始 碰到那個媽媽了 然後我就說那妳怎麼樣 我想說二十幾顆 隨便撞也有吧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拍了四胞胎 哇 太好了對不對 對喔 羨慕的我 真的好好喔 怎麼那麼好年輕 因為她很年輕但很瘦 我想說真的太幸福 妳怎麼那麼好運 然後她說 我說那妳今天回來是 她說我今天回來是要做 可能要跟醫生討論 要做減胎 因為四胞胎太多了 要戳掉 對 要選擇嘛 然後我說 祝妳好運 怎麼樣有雙胞胎 我想說這太好命了 可是兩個禮拜又回來 然後看到她 我說那妳今天是要回來做減胎嗎 她就說 她就表情不是很好了 就越來越 一次比一次看到她沒有笑容 那這一次問到她的時候 她其實臉上已經沒有笑容了 她就說那妳回來 我說我在討論下一個療程這樣子 我說那妳呢 妳今天回來做減胎嗎 她就說沒有 我來做流產手術 蛤 我剛才也聽說 喔 因為我其實分不太出來 流產跟減胎嘛 我想說 就反正就是把其中幾個拿掉 要剩下幾個 然後我說喔 那所以要減幾個 她說沒有我四個都要拿掉 蛤 然後我說蛤 四個都要拿掉 我就很驚訝 然後我就問她為什麼 她就說 喔 因為我四個都是女兒 蛤 然後我就說 蛤 四個都是女兒 妳還是可以生啊 妳就減兩個變雙胞胎 不是很可愛嗎 她就說沒有 因為我家裡我已經生了兩個女兒了 我 一定要生兒子 等一下這個植入 不是說一定知道是男的女的 沒有 沒有辦法 現在不能知道 多胞胎減胎會告訴 會看性別 多胞胎會稍微讓她沒有選擇 對啊 因為可能 結果她就說她驗出來四個都是女兒 所以她一個都不要生 因為她每一次來的時候 我今天都在喔 然後她都一個人來 你知道 有的護理師會稍微熱情一點 會跟我們分享一些 他們得知的一些內幕消息 她就會跟我說 我跟你講李小姐 其實她已經 這是做了第三次了 都是女士 然後我就說 第三次 然後她就說 對 因為前面全部都 做牛產手術 因為都是女兒 好辛苦喔 好辛苦喔 我就想說 怎麼那麼辛苦啊 然後她就說 因為她有生子壓力 你沒有發現她都一個人來嗎 我說對 她都一個人 她說因為她就是要生兒子來 所以她 平均兩個月就做一次 兩個月就做一次 做得很密集 然後她說她做完這一次 試胞胎 我好氣 我其實那天好氣 因為我想要一個小孩 已經想得不得了 我打了那麼多針 給我一個就好了 多好 然後結果 她四個都不要 更多她前面還有兩個的 或者是三個的都不要 我心裡想說 老天爺你不公平 可是後來結果 我就問那個護士 幾個禮拜後 我就要重新開始做治療的時候 我就問說 那那個媽媽現在怎麼樣 然後後來護士就說 她後來沒有來了 我說那可能就放棄生兒子 這件事也OK 他說沒有 後來聽說她已經婚了 因為她已經得憂鬱症 她不能再生了 快瘋掉了 因為她快瘋掉了 老公也被她逼瘋了 老公根本沒有來過耶 不是 在家裡有 該取金了 沒有 她老公只取過一次金 然後就放在那裡 然後每次她自己過來做 然後因為她老公根本都 不參與這件事 反正就是生兒子為止 怎麼都是女的啊這樣 我不懂啊 就是緣分吧 可是其實女兒多好啊 女兒多好 對 我說探討那個基因 就是你這個 懷孕過程懷孕這麼多 怎麼可能會沒有男的 機率 她的歪金直接跑掉很慢 也有可能 對啊 可是她的笑容越來越美好 然後越來越瘦 看起來就是很令人心疼 而且那個壓力是壓在那邊 對 怎麼會開心啊 像我之前在家戶病房上班嘛 然後我們那邊碰到最多 就是生理死別 我們就碰到一個老阿嬤 她快80歲了 然後她因為心衰竭的關係 要開心臟 然後唯一陪她的家屬 就是她的先生 比她大10歲 也等於快90了 但她是很硬朗 每次都處著拐杖進來 然後就是她醫生要跟她解釋一些 就是手術的危險性什麼的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爺爺就是 幫她這樣抄筆記一條一條記下來 那我們心想說 你沒有其他家人嗎 她說 有唯一一個女兒嫁去美國了 然後等奶奶開完 她會回來這樣子 會幫我們照料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奶奶就要準備去開刀 其實奶奶意思都很清楚 只是她很虛弱 因為心衰竭 等到奶奶要去開刀那一天 然後爺爺就說 拜託讓我進去跟奶奶再說一句話這樣子 然後她就跟奶奶握著她的手說 等你開完刀 然後我們再去國軍英雄館吃招 對 就是說我們就是 趕快康復趕快離開醫院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當開刀那一晚 就是果生奶奶就是撐不過去 因為她年紀太大了 對 很多併發症 然後後來我們也跟爺爺解釋了 然後爺爺也說 那就是說我們就辛苦了醫護人員 然後我還是要跟奶奶講幾句話 然後那時候其實奶奶的心跳已經 剩五十幾了 邪愛已經沒了 然後她就摸著她 她老伴的額頭就說 妳辛苦了 好好休息 妳先走 我等一下就 我很快就會去找妳了 而且我找得到妳 放心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我看我旁邊那個 平常愛電人的學姐 然後她整個口罩拿下來 鼻屁沒辦法拉滿去 對啊 其實還是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之前在做劍檢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年輕的 大概二十九到三十歲的一個工程師 她那時候來的時候是因為 員工體檢 可是她員工體檢的時候 跟我們的那個 護士就說她要做的 檢查的項目要增加更多 所以她就進來跟我去座談 然後我就看了那些項目 我就覺得 妳沒有必要做這麼多 妳才二十九歲三十歲 幹嘛做這麼多的一個項目 她就說 因為她爸爸去年就是 然後就開始狀況有點不大好 那醫師就說她需要換肝 可是因為牌子要換肝 一直都換不到肝 所以她就找家裡面的人 來去做配對 然後配對的時候 全部你的家人裡面 只有她是可以捐肝給她爸爸的 可是醫師跟她講說 因為妳體重太重 如果你真的要去捐肝的話 你一定要再減個二十公斤 可是因為她爸爸的狀況不是很好 她就變成要在非常短時間內 要去瘦下來 然後醫師說 大概可以給妳的時間 大概六個月的時間 然後她就剛好就在四個月 她花了四個月的時間 減了二十公斤 她真的把她身體就減下來 可是她覺得身體很虛 她爸爸在配對的過程中 知道只有她的兒子可以捐給她 她爸爸一直堅持 不要她兒子捐 但是她就因為這樣 她覺得說 我如果不捐給妳 那誰要捐給妳 那因為這樣子一直在吵架 然後我就說 這樣子的問題也不是辦法 你還是要回去跟你爸爸去討論 這兩段故事都很高 這等於分成兩段了 因為減肥都太難了 對 來 妳先跟小生講說 爸爸希望妳扮演 小生講說 爸爸我們下輩子在幹嘛 不會 她瘦得下來 不是 到這個時候 她一定會瘦掉 一個月間 很拚就是 沒有 回到知識性了 剛剛開玩笑 那位 請問她這個肝到底 她是因為太有脂肪肝不能捐對不對 對 因為她那時候太胖了 脂肝不行 脂肪肝不能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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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肝其實她捐出去 她沒多久 她一年也長回來了嗎 不會全部長回來 不會全部長回來 會長回來蠻多部分的 對 所以她可以捐掉百分之六七十的肝 沒有問題 所以應該要切一半以上 對 她把自己的肝 切掉一半以上 讓她看兩個人的體重比例 對 所以說他們好像說 其實現在捐肝要找配對 已經沒有那麼那麼困難 因為基本上只要血腥相合 大部分就可以捐肝了 不像以前 以前都要限制很多 那現在醫宿那個 抗白痴的藥也越來越進步了 現在只要血腥相合就可以 只是你要找到 有的人願意捐給你 術後恢復也是很容易 基本上只要配對好 術後恢復都非常OK 非常OK 我記得 這大概每一個人 實習醫生的前面幾個病人 大概都會很有印象 那我實習的第一個病人 也是一個 也是八十幾歲的一個阿婆 那因為她這個 她的傷口 這個年紀大 她去開一個胰臟癌的手術 開完之後 傷口的癒合很差 所以變成那時候我記得 我每天 一天要換三次藥 每一次要換一個小時 因為就要把裡面的紗布挑出來 然後再一塊一塊弄 用優點然後弄濕 然後把它塞進去 我想說這樣一次就知道 我就非常辛苦 實習的時候很怕 因為那個 我就是看著 裡面的這個腸子這些 我就在塞 我這 我這 第一個病人就遇到這個 真的壓力很大 她壓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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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壓力大也緊張 對不對 醫生你慢慢來的 現在回想起來 她壓力真的更大 對 所以你知道實習 我一天上班12個小時 就有大概3個多小時 花在她身上 真的其他事情都做不完 然後但是那時候 我前面一開始前幾天 反正都很認真換 後來慢慢越來越熟練之後 我就發現 她家屬永遠就是一個男生 好 我看到那個男的 大概50幾歲了 我當然也猜 大概猜得到是她兒子 那我想說奇怪 怎麼不請看護 因為坦白講大部分的人 都是請看護 那我還想說 是不是他們嫌看護太貴 然後就這樣 結果後來 然後我就問她兒子 反正就開始比較熟了 就換藥就聊天 我就說 你為什麼都不上班 都在這邊看你媽媽 你為什麼不請看護 然後她就說 媽媽只有一個 她講得很輕描淡寫 就說媽媽只有一個 生病了本來兒子就是 應該要靜笑到照顧一下 好 我也覺得說就是笑死 後來我才聽其他護士講 我才知道 原來她是那個3C 她之前她在大陸投資 她是3C廠商的老闆 所以她其實是丟掉幾億 或是幾十億的生意 我不曉得 因為她後來有跟我講 她有指我 那時候最紅的是Nokia 那個年代 她有指Nokia 她說這個裡面哪一個零件 就是她做的 哇 所以她就說 她說可是因為媽媽 所以她全部大陸就收掉 我看她每天都在那邊 一直到後來她出院 因為就永遠就是那個家屬 她就是整個公司都不要 因為就會 所以跟他們比起來 那種生理詞別 這大概比較少 就損失了幾十億或幾百億 是比較沒那麼感人的故事 對 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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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感人的故事 我們聽得很感人 感傷嗎 很感傷 很感傷 可是我們在醫院 真的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自己有個病人 她是我自己的病人 她50歲的時候 開第一次胃癌 那時候她來的時候就是第三期 我們開完之後 她恢復得很好 所以大家都很高興 但是她還是要接受化療 就很高興 就固定半年半年就回我們診 結果後來有一次很不幸 就復發了 而且這復發不知道為什麼 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請了總流科醫師 在打第二次化療 第三次化療 健保的第二次第三次化療 通通都沒有效 而且病情擴散得很快 本來只是肚子的 一下就倒肺 一下就倒骨頭了 她很快就盪下去了 我們坐在那邊談 所以接下來還能怎麼做 我們就提了一些方案給她 那這些錢 接下來帶了兩三百萬 就問她說要不要試 因為就對著她的家屬講 我想說她先生也要參與 就在那邊講 她先生都是很為難的表情 就說好像太貴了 就覺得太貴了 因為兩三百萬 可是成功率大概只有兩成而已 而且那兩成只是說 可能讓你多活一年半年而已 不是說就是好了 只是多延長一些生命而已 那她先生就不肯 她說那個可能經濟壓力太重 她覺得她不要 該不要再這樣做下去 她太太就在旁邊笑 她說 因為他們家裡的經濟大選 全部都在她太太身上 所以她就說 你有保險你在奔什麼 你那個錢 保險公司都會給付 她說你生病的時候 就已經給付過一次了 像你住院 每天都有保險 她說我只是沒跟你講 她跟她講說 你根本就不用擔心這個事情 事實上是什麼 他們家經濟環境 根本就沒有那麼的好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 因為她先生以為真的是真的 所以就真的答應了這個治療 事實上她太太把房子也賣了 而且還去跟她娘家借了很多錢 而且她家裡本來有開一個小店 她太太除了白天固定之外 晚上還要去工作 去做其他工作 就是要補這個差價 每次早上我去查房 有時候我們早上開會 所以我們很早就去 我會看到她太太 坐在那個教育廳裡面 在睡覺 她其實是很早就來 可是她怕她進去看她先生的時候 她怕她先生看到她太累 會覺得好像怪怪的 所以她都在教一天 先小睡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比較有點精神再進去 因為她不想讓她先生知道說 她其實外面很忙 在帳中這些事情 好感人喔 結果最後那個藥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天就是不從人院 不是你努力就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那最後那個藥還是沒有效 那太太最後 就是她先生最後快要往生的那一段時間 她太太就在 我們有時候去查房她會坐在旁邊 她先生就跟她太太講說 那個就是反正已經到這一步了 她說那個我如果過去了 你不用這麼辛苦 就趕快 好像就是以前曾經答應過 你要帶你去環遊世界 她先生一直以為 她時候還會有一筆錢 她說那我之後就拿那筆錢 帶小孩去環遊世界 她那個太太就跟她說 一定 我一定會去 她說我處理好你所有事情之後 我一定會自己去 會帶小孩去 事實上她早就已經親家蕩蕩 她很無憂的離開 對 她真的她早就已經親家蕩蕩了 聽這些故事呢 身體史別是常發生的 但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健康 對 因為你個人健康 才有可能帶動你的家庭的健康 你看當你病她的時候 你也顧不得別人 別人也有別人要忙的事 那感性的故事 我們希望當然多多體的 讓大家又能感染一些社會 那能把握以親人相處的時光 才不會有遺憾的發生 對 趕快出去玩吧 不要每天工作 對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謝謝 介紹七個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電視劇長演的 為了各種原因鬥爭的事件 你知道居然在醫院裡面 也會上演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大爆白色巨塔裡的 各種秘辛喔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喔 其實在白色巨塔當中 登上塔端 醫師不僅要精進醫術之外 還要學會鬥爭 到底他們經歷過哪些 心風學癮的 我們來看一下 醫界鬥爭 超精采為事業 金錢為了愛情 鬥產還為愛情 你看到嗎 其實我們比較常遇到的是 一些為了 為了專業 我們才做這些fighting 你知道嗎 你常遇到嗎 你常遇到的 我們常 如果有這個fighting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這種 不是為愛情 不是為金錢 其實為了升遷 為了金錢 我們是可以忍的 但是為了 跟我我肚貼 那是醫院鬼話嗎 今天這一集真的幹嘛 因為待會兒 因為我以前在的醫院 都是比較祥和 我們很少為了升遷這些 來爭吵 所以我今天分享 是比較偏向專業的這個爭吵 其他那個 為了內鬥的部分 就由他們 因為我以前的醫院是比較祥和的 因為保安哥已經是院長了 所以他沒有這個 對 都鬥倒了 都鬥倒了 那我講這個故事是 有時候 有些故事很好玩 像我們之前 我服務的醫院 有一次 有一個小朋友 跑步踩 生下來 這一生下來 其實狀況不太好 就比如說 他呼吸比較困難 送到小兒科 交互病房去 交互病房呢 過了兩天 突然家屬就很生氣的說 剛剛小兒科跟我們解釋說 這個 手骨斷掉 我們一般 其實偶爾自然生產 到時候手骨斷掉難免會 可是頭部生產 這種手骨斷掉比較少 可是它是 這個手骨斷掉 我們婦產科醫師就很生氣 就說奇怪 我們婆婆生產也是順順的 哪有什麼 交互病也是好好的 對 所以他就去掉片子 那時候雖然沒有監視器 但是有掉片子 因為只要住交互病房 都有片子 結果發現呢 當然我們沒有懷疑 所謂的新生和交互病房 新生和交互病房的 護理 醫護人員 其實都非常溫柔 不可能讓他弄斷 結果這個案子 我們從婦產科跟小舟就吵起來 因為這個案子後來答案是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玻璃娃娃 因為這非常久以前 20年前 20年前其實玻璃娃娃 這個叫做 這個是一個基因遺傳的疾病 早期我們大概分四型 後來慢慢研究越來越透徹 現在分成八型 它主要原因是什麼 你的 所以這個膠原蛋白 跟骨頭成長有關係 所以後來骨頭就會長短 而且在子宮裡面 有時候我們照入X光 在子宮裡面 手就斷掉 骨頭就斷掉 就斷掉 就知道他的骨頭非常脆弱 那這個小朋友 因為膠原蛋白 也跟呼吸系統有關係 所以這種小朋友生下來 通常會喘很嚴重 這開始 因為後來查出基因是 成果不全症 就是玻璃娃娃 後來再細查 這個產婦的叔叔阿姨那一輩 就是他阿嬤 生了十一個男生 九個都掛 只有兩個是活的 我的天啊 十十一個男生 對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在以前 他一定會認為是家族有什麼 受祖宗 對 祖宗要去拜拜 太害怕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一開始我們複產科 跟小科其實是吵架的 吵到後來 那我們去找找看 到底什麼原因 後來好險答案出來 因為一家醫院 不管再怎麼大 他能容納的主治醫師 或是總醫師 他都是有固定的限額的 其實之前就有兩個 住院醫師第三年 因為我們第四年就有總醫師了 但是那時候那個科很奇怪 他收兩個R3進來 就是收兩個住院醫師進來 那兩個同時要升到R4的時候 可是他R4只有一個位置 所以變成那兩個要搶那個位置 其實那兩個表現也都沒有很好 都平平啦 也沒有說哪一個比較強 講話怪怪 因為如果有一個說 他明顯他就是很強勢 他表現非常好 那另外一個也不用想了嘛 就剛好兩個都平平 也沒有哪個特別強 所以可是有一個感覺 好像跟科內的人比較親近 所以大家都感覺應該是他 可是另外一個就覺得 好像最後半年了 好像他如果要積極直追 要猛力的表現 好像也追不上 也來不及了 因為人家已經表現了三年了 你現在才最後半年 想要衝刺好像也來不及了 就開始很奇怪了 就開始有另外一個住院 一個黑函開始跑出來 那個黑函還捧到院長室去 就說這個醫生的私生活不檢點 而且很離譜的 今天還有照片 所以大家在想說 那個R好像也甚至下血本了 感覺好像也是找人家跟肩的感覺 就是有下本田在拍 有投資 對 有投資 剛好另外一個 T恤也沒有很檢點 所以也是拍得到 也是拍得到 就開始有這個東西了 對 剛開始弄弄弄的時候 另外一個 本來要晉升那個R3 要晉升總醫師 那個住院醫師 就有點難過 不過就是他也很厲害 因為他背景很硬 他就開始找立委來 然後他也很厲害 因為他覺得一定是他 他覺得一定是他 也拍到 合理懷疑的 對 都看得到 互相搞 對 互相搞就對了 可是後面那個 那個背景也很硬 他也有立委來提 所以就被搞到 如果是一般的人 如果你這樣搞的話 應該是兩個都被Fy了 因為兩個都很慘 兩個都湊掉了 但是因為兩個背景都有一 所以最後 另外就是金錢 這個也是很常見 其實之前就有一個 他那個門診的一個醫師 他跟診的一個護士小姐 可能跟他比較熟悉 所以都很想幫主治醫師拉生醫 所以像我們有時候 在看門診的時候 跟病人講說要開刀 他在我們面前 有時候其實不好直接拒絕你 因為他其實可能想要去 別家醫院開刀 或是他想找病人開刀 可是他不會直接跟你講 可是你還是會寫什麼住院同意書 他當下好像同意了 可是他可能出去就反悔 就是他一出去之後 每次那個護理師 只要一出去 看到那個病人有在猶豫 他馬上就跑去勸那個病人說 我跟你講這個醫師開這個刀超厲害的 我跟著他好幾年了 每個病人都說很滿意 你給他開就對了 都會幫他拉客就對了 穩住病人的軍心 那我就覺得 這還不錯嘛對不對 就是你這樣也不錯 但他後來做的比較過分的是 因為他們同科有很多其他醫師 他去查別的醫師排的刀 比如說他看到這個醫師 在禮拜四的時候 有排這個刀 類似這種刀 他就打自己 因為我們查到病人的電話 他直接打電話去給那個病人說 你是不是跟某某醫師約好禮拜四 要開什麼什麼刀 他就說那病人單位說 對啊 他以為是醫院在調查 你要不要來開刀 他就說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刀在我們醫院 是這個醫師開的 不是那一位醫師開的 所以他說 我可能要幫你取消掉你的刀 然後我幫你改掛這個醫師的門診 他這個樣子做了好一陣子 都沒有被發現 後來是有一次 有個病人就接到這種電話 然後又跟他說 幫他已經掛好另外一個醫師的門診 叫他下禮拜再來 說這禮拜四你不用來開刀 下禮拜你直接去那個醫師的門診 他再幫你安排就好了 那個病人越想越覺得奇怪 想說 因為他跟那個醫師還滿好的 還滿好的 他就覺得很怪 所以他就 在下禮拜的時候 他自己跑去那個醫師的門診說 你為什麼把我刀取消了 又叫我去掛什麼什麼什麼 別哥的醫師 他說沒有啊 沒有啊 我從來沒有跟你這樣講過 才發現是這件事情 真的啊 以前我們自己開診所 醫師搶生一場 有的醫師就很恨 說為什麼我都沒有刀 因為他跟護理師都沒有這麼做 對 因為他跟那個 那個諮詢師不好 諮詢師可以分的 很重要 就像我們曾經有個病人 他給那個醫生開 一出來的時候 護理人員只要解釋兩句話 那個病人 不是開就是不開 他說 你會不會給他開 是不是 結果那個 他如果不給他開 就是說 一句話差那麼多意思 是 一個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當你跟病人 你跟病人講說要開道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特別是開大道的時候 其實病人會猶豫 所以他有需要第三方的意見 對 護士來的 護士來出去的時候好像很超然 他是第三方意見 他現在不是第三方耶 對啊 其實是同一方的 其實病人都在 病人都好像在大海裡面找父母 對啊 所以有方向的 所以你看很多黃牛來也亂買 對啊 因為其實病重的人 對 所以你看 我們之前也有遇過這種的 像我們是婦產科 他是比較 育產期比較難抓嘛 那其實媽媽都會很緊張 他快要到育產期的時候 他就會想說 我的醫生到底在不在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還是任醫生 那我之前有聽一個 也是護理師 他就會打去另外一個 產檢病人比較多 就打去跟他說 你的那個主治醫師 你要生的是 今年六月的時候 六月他們都會出國耶 你要不要轉醫生 就是會有這種 就打去給那個 說你六月那個主治醫師 都會不在台灣喔 你現在要不要趁現在產檢的時候 趕快轉去另一個醫生 然後就被搶走了 他們其實方法非常多 對 因為我之前有碰過我朋友 然後 不是 我沒有 是我朋友 他也是醫生 然後他的主管 他主管有改班表的權利 對 然後他會自己偷偷 那個主管好像 自己會偷偷改班表 而且如果看到我的朋友 他的業績突然變得很好 他會改他的班表 讓他好像比如說 可以看年輕的病人 比較多而已 因為老人病人 可能回診的率比較高 他就自己幫他改 然後記得有一次 他好像改完之後 還剛好就接到一個急診的case 然後他就 這個業績他就賺了 我朋友是去打報告的時候 才發現 蛤 原來主任 都偷偷改我們的班表 然後搶我們的case 就是看哪一個時段比較好 就把它改掉 醫院在憑藉一個醫生的時候 除了你的學術之外 另外他就看你的業績 對 他學術他可能管不了你 他就讓你業績很差 他就把你排到一些冷門時段 不然就是你看著的時間 就很奇怪 旁邊就開三四間 他自己看的時候就一間 就那個時段只有他 對 你直段的時候就好多人這樣 病人就散開了 所以醫生真的 除非你病人指定就是他了 永遠不會換了 那別人怎麼動手腳也沒用 所以丁妮 我就是找江醫師或找陳妍 但人家不會換 你說那我不曉得哪個醫師好 幾乎都是這樣嘛 對 我第一次得這種病 不知道找哪個醫師好 你要開始建議就來了 如果碰到一個陳立華蕾 很肯定的告訴你的時候 你真的好像找到人質 而且面帶鎮靜很穩定的告訴你 對 我跟你講 瓜哥他這個打超厲害 他連那個志工 對 連志工 柯主任他還會去跟志工講說 如果有人來問的話 你就跟他說要掛誰誰誰誰 對 其實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有一陣子很奇怪 都會被call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在扮演起來 好像彷彿是call我起來上廁所一樣 就比如說你可能替病人開了一顆藥 或做了一個鼻胃管的治療 什麼都做完了 你可以第二天早上再起來 打那個文字寫說我有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卻被半夜的時候call起來 特別做這些事情 後來我終於知道原因了 就是因為跟我一起值班的 那天晚上的男醫師 他被兩個護理師 求婚不成 他被兩個護理師互相競爭 然後那兩個護理師都有送他 就競爭了 改了班表之後 他們想要跟他一起上班 上那個大一班 想送小野 然後他送了小野給我們 這位很帥氣的男醫師之後 我們男醫師他真的是吃不下 他就問說 終於你 你想不想吃練習 然後我們就是 他吃嘛 想說半夜肚子好餓 有人送小野 我們很早就結婚了 想說沒差 要吃就吃了 就這樣吃了好幾個晚上 然後同時就被call了好幾個月的晚上 他半大忌 就是我們會 像我們都會特別去買東西給同事 或是醫師 譬如說我們買給陳醫師吃 但是江醫師很白目吃了 他就毀了 對 他的問題是說 他們那些護士以為他跟那個醫師有染 應該是 所以就生氣 因為其實我們晚上值班的時候 很多時候那個護士小姐有一些小事情 他可以白天早上再call你 你去補order就好了 但是他如果馬上call你 比如說病人的痰崩掉了 像在容總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換藥嘛 對 病人如果半夜痰崩掉了 你可不可以早上再打回去 可以啊 但是他也可以跟你說 我非常遵守我的職責啊 我半夜三點痰崩掉了 我就call你過來打 最近小事你就是來打 我分享一下 其實在以前醫院有所謂的 NOPQR這個排名 N是什麼 就是Nurse 就是 今天TTV也是這樣子 他要他顧 O呢 醫院有歐巴桑 因為通常歐巴桑 一個單位只有一個人 得罪他不給你少 或者是 而且歐巴桑扮演重要第三者 決定角色 真的 因為你如果路過 歐巴桑說 那個疑心很厲害 他消息都很靈正的地方發 病人很喜歡 我聽他們的話很奇怪 我聽說 超聽的 其實在醫院待那麼久 他絕對是精神 歐巴桑不會讓你騙嘛 而且掃地都會跟其他病人聊天 在醫師聊天 你的患者一聽到 不是找到希望的感覺 你這樣講我都相信了耶 對啊 所以NOPP是教授 教授地位還是高 Q是什麼 Clark的縮寫 Clark就是 因為在醫院 如果教學醫院以前 學生地位很崇高 你知道學生隨便評論一下 我們都要乖乖配合他 現在學生不能得罪 所以有一個 大家在搶學生 R就是剛剛講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做工最辛苦 所以NOPQR 以前我們在學這個排名的時候 有人就說 那實習醫師放哪裡咧 不好意思 排不上 剛剛講到P就是教授的頭銜 以前我們要給大家一個概念就是 肚子雖然是 感覺是個宇宙 可是小腸跟大腸 是分開的科管的 大腸磁腸外科就是管大腸 其他肝膽腸胃其實是一般外科管 那我們就有兩個教授 他們其實兩個的技術都非常好 可是他們兩個就是在競爭科內 最崇高的神主牌的位置 還希望大家能最崇進他們 所以他們中間會PK一些技術 比如說今天如果說我一個肝癌的病人 然後會有些轉移 轉移到有碰到大腸的部分 我們就會在手術台上 call那個大腸磁腸科的醫師來 請他們來看 然後一起來幫忙處理 對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 這位一般外科的主治醫師 就這位教授 他就不扣 他就覺得自己先把它處理下來之後 然後放話說 你去跟大腸磁腸外科說 我們不需要它 我們自己可以處理掉 然後大腸磁腸外科的醫師 那位教授也是一樣 如果他的大腸癌的腫瘤 吃到了肝臟的時候 他就自己把它切掉 然後放話說 你去跟一般外科說 這樣受害的不是病 其實我要先講一件事 因為好處是 他們兩個都非常厲害 他們都一樣受過這兩科的訓練 所以他們都做得到 也做得很好 可是本來這種會診制度 就是各有專精嘛 到了我們這個年輕醫師的這一代的時候 大家都分科分了一系 已經不搞這一套了 可是老先生他們可能就為了這個頭銜 他們就是要爭這個 爭誰最厲害 老一輩教授很多這種 寄生於何生量的鬥症 而且這一鬥症會鬥20年 連他們旗下的門派都會分 然後派系就是這樣 會發生中醫師這種事情 其實因為在以前的時候 外科醫師的圈領 比較沒有那麼刺專 我們比較沒有那麼刺專 所以在我那個年代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腸科也都在 大腸科的刀我們也都在開 反而是到我到主治醫師的時候 越來越執政的時候 反而鬧刀 音樂開始會有規定 因為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子的話會吃到別人的刀 會吃到別人的刀 沒有啦 以前我在 沒有啦 以前我在 我也拿過大腸 我也拿過大腸 也是吃到 因為有時候是半夜你知道嗎 有時候半夜你call他們來 他們還不想來 像我也補過膀胱 我就call那個密尿科醫師來 密尿科醫師跟我說 現在幾點啊 不然你自己縫一縫好不好 我們大腸也是啊 我們call大腸科醫師 我還是會跟他講 但是他不想來我就自己開票 可是你那個不是為了競爭 是為了方便 是為了方便他啦 他不想來 說實在整個訓練過程之中 我們都還是會訓練到不是 外科醫師 因為重點是 我們會做這件事情是 對 這個根本不難啊 只是因為我要尊重你 所以會請你過來 那如果你不過來 那我就自己做 沒有出過問題嗎 如果我覺得會出問題的 我一定會叫他來 我沒把握 我一定叫他來 所以外科醫生 是什麼刀都會就對了 也不是 是這麼說嗎 一般來講是 崇高到一般外科醫師 在什麼都會 我真的是 OK 沒有沒有了解 其實我們女醫師 在醫院裡面 爭權力是比較不會啦 大部分就是聽一些 風花雪樂的比較多 那我之前有聽過一個 比較誇張的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護理站裡面 護士就有十幾位嘛 那再加上年輕的 有一些來實習的護生 十幾歲 十九歲 二十歲的妹妹 光女生年輕族群 大概就大概三十位 可是醫生呢 男醫師在一個護理站 常常出沒 大概就剩那一兩位 其他組織醫師都已婚了嘛 所以這一兩位就齊貨可拘 每個都是像王子一樣 之前有一個 那個年輕的男醫師 大概三十出頭歲的 住院醫師 她本來是跟這個 病房裡的A小姐在交往 交往以後呢 就被另一個V的護理師 橫刀奪愛 所以變成說 她的舊愛跟新歡 都在同一個護理站 那她每天要去尋訪啦 寫病例都會看到他們 其實就非常尷尬 那個舊愛當然是心聲不滿 因為她被橫刀奪愛 而且又是同一個單位的 所以呢 後來那個新歡 每天早上都會幫這個 男醫師跟他自己 帶兩份早餐來 然後這個舊愛就在裡面 偷偷下了一些藥物 就是有毒物 可是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喔 就是這件事情是在很久以後 比如說大概過了差不多 快三個月還是半年以後 那因為這個男醫師才三十出頭歲 他身強體狀又長很帥 他就覺得說 怎麼我最近體力越來越差 然後還有吊法等等 最後他是住在該醫院的病房裡面 就慢慢檢查才發現說 他其實有一些重金屬的中毒 然後再慢慢回去推才發現說 原來他的早餐裡面 可能是這個早餐裡面 被有舊愛下了毒 這個有上 當時有上新歡 他怎麼沒有想要是新歡下了毒 那新歡有事嗎 新歡也有事 可是新歡好像又更年輕 所以他的症狀沒那麼危險 對 是喔 所以這個早餐應該要自己買吧 沒有 沒有 就是不要換這個人給的 就要一個新歡就不要吃了 要躲去別的地方 還拍這種小便宜 所以就活該 這個 這個很喘 所以聽起來比較嚴重 這樣講 你禮拜一會不會很多早餐 沒有 我都自己買 我都自己買 不敢經手他 不要再吃別人的早餐 不要再吃別人的食物 這個非常危險 因為通常我們護理站 都是桌上放的食物 大家都可以吃 對 所以其實你如果真的要下毒 不曉得是嚇到被誰吃到 有可能是別的護理師會吃掉 對 印象中曾經有過 我們有一個內科的主任 跟外科的主任 都想要爭取院長的位置 那兩根其實都非常得高望重 而且他們的performance 非常的好 後來那個黑韓事件 就連家屬啊家族啊 什麼事情 全部都爆出來 那根據這幾年的觀察 其實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黑韓的 這些抹黑的方向 大概第一個就像 論文 論文是自己寫的 還是說你只是掛名而已的 這個大概前幾個禮拜 新聞也報導過 那另外來講的話就是 你的研究經費 是不是全部都用在你的研究計畫上 可以三個就是所謂有沒有收費 收紅包 另外一個就是 家庭的人際關係 或者像小三的問題 那後來我們這兩位呢 最後是因為高層的長官 因為年紀大了 多少有一些男性的這個 泌尿道系統的問題 所以最後還是有外科出現 我記得我前幾年嘛 在那個公管定州路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 專門做那個牙齒的一個牙科診所 那個時候我是在那邊做根管治療 那坦白講 在那裡面那個 那個牙醫的助理啊 有好幾個 但是其中有一個啊 就是特別 服務特別好 比如說要快到 因為我那個根管治療 大概要四次 所以每次要做之前的 前一個禮拜就會打電話 再確定 然後前一天還要再說 明天就要來 所以就覺得讓我們覺得說 還滿窩心的 主要是他不是看健保的 他要看自費的 所以前幾年那時候去的時候 覺得這個牙科的這個助理啊 還滿好的 好到怎麼樣呢 好到醫生喔 的時間喔 如果不行的話 那包括醫生的用餐時間 包括什麼 都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當時讓我覺得說 這應該是這個醫師娘 因為其他的助理 就沒有那麼熱心 但是其他的助理呢 態度也不錯 那我記得是我最後一次 要做根管治療的時間 我忘了 但是也沒接到診所的通知 那我是自己知道說 好像就前後這幾天 然後我沒有接到通知以後 那我自己去 去了以後才傻眼 我看到外面那個招牌 還有那個鐵門啊 都可以潑一些有的沒的 髒東西 然後我去問隔壁麵包店的老闆 我說請問一下 這個隔壁的牙醫診所 是沒開門還是怎麼樣 那個 你就看那個麵包店的 那個老闆很帥的就講 沒有啊 就那個 醫師娘 找黑衣人 把整家店都給砸掉給脫掉 我說醫師娘不是在這裡面 是在上班的嗎 是怎麼會有這個事 沒有啦 那我說那現在人呢 不知道走下去了 就整個醫師 就先那個醫師跟那個醫師 是牙科助理 現在他們去哪裡也不知道 雙駐雙飛 我也不曉得 可是我那一次 我是最後的一個療程 就沒辦法做 對 最後那個療程就變成說 受害者是你耶 我要到最 沒有 其實受害者不只我 應該要很多人 那我就變成要到別的醫院 再重新讓醫生照X光 重新講一次 我整個治療的過程 又再花一點錢 我在某一個很大科 他大概是全台灣的龍頭 執醫的一個某大科 training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被派在 他們那個大科 有一個很大的頭頭 因為他剛好是副院長的職位 那我就配派在跟副院長 然後所以就其實 每天沒有試 但是就看到好幾個主治醫師 都非常在醫界 非常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望 學術啊 然後對病患啊 都非常有名這樣 然後其中有一個特別有名 因為他還跟媒體有關係 他常常一些醫療的大型活動啊 都會找他代言 而且找他跟大明星代言 還不是那種小貓兩三隻的那種活動 都是超大型的 然後大家都在講說 如果他會當主任 我們都不會意外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那個 我跟著那個副院長也是說 他打算要退休了 他就一直跟我講 後來我離開那個科部沒多久呢 副院長就公布他要準備退休了 結果再沒多久 那個走路有風的 像大俠的那個醫生 就上週刊了 然後就很 都是很醜的照片 什麼跟小三啊 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很難聽的那個故事 都跑出來了這樣 然後連他的代言 都被講得很難聽這樣子 結果後來 身主任的是另外一個 他們就說 應該是身上去的那個人 去爆料的 所以有時候其實媒體 是醫生的工具 的鬥爭的工具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週刊也有問題 週刊就是說你要登記 起碼大家知道這個人嘛 對 他都不是這麼有名 海拔等等變成有名 你登記來觀眾看 也不知道是誰啊 可是他當時在醫界 非常有名 對 所以媒體是被利用 不過最近也有一個 踢到鐵板的 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大主任 什麼叫做好醫生 醫生心裡 心中的好醫生就是好醫生 那這個超級有名的大主任 上主任沒多久 就被下面的跟媒體爆料說 他內主不必親 你有醫德 他用他自己的兒子 對 可是呢 大家就開始回應了 沒有人相信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是醫生中的 大俠中的大俠 像我沒有要走那一科啊 我如果在實習的時候 我一定要親眼看他看診 或是上刀這樣子 我就會覺得 嗯 武功高強 所以你覺得他是被抹黑就對了 大家都覺得是被抹黑的 所以就是有時候媒體 他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然後媒體根本不知道 事實的真相 對 他那個剛好那個大俠跟我同一個科別 不是在同一家醫院 對 他只是因為他是那個科部的頭頭 然後他的兒子 對這個科部也有興趣進來 就被人家講以權謀私了 對 其實是 當然就是下面的人眼紅 不希望他這樣當大頭這樣子 可是很快就被大家壓下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的醫德 人品都是很好的 然後再來一個護理部的 後宮的 那就是公家 後宮 公家機關的話 那個護理部 通常都是像一個深宮 我們通常都是 我們連我們醫生都忍不齊這樣 對 對 你講的喔 對 你講的喔 你講的 護理醫生 這樣舉 我們小小的護理人員 可是喜愛大自然 愛護病人的小護士 對 然後呢 只要是換院長的時候 通常下面就會大風吹嘛 是喔 然後有一個護理部的主任呢 他是公家的 然後他非常的 就是惹到太多人了 所以大家都在等 換院長的時候 我就等你下台這樣 就真的換院長了 然後他也沒有頭緒的 就被換下來了 然後就換另外一個新人 上去這樣子 結果他們直接把他送到哪裡呢 你會想說 護理部都當到主任了 那你起碼當個護理長啊 或是什麼的 他們把他送到最辛苦 最不好處理的急診 而且他是當小護士 但是他又不能 對 他又不能走 他又不能離開 有沒有很像甄嬛傳 他又不能離開 因為他再過幾年 他就可以拿到退休了 金馬 所以他就在那邊 很努力很辛苦的凹這樣子 然後他之前的訓練呢 他在當護理部主任之前的訓練 也都跟急診沒有關係 所以他非常辛苦 廠商為了業績 趁胸痘更好 其實大家在醫院看門診的時候 一定會在走廊上面 看到很多帥哥美女 穿西裝的 穿西裝的 穿西裝畢竟 穿的管 沒有沒有 那一種的是 不是大醫院 是跟他們來自於哪家廠商 比較關係 如果是原廠的廠商有沒有 是美商或是歐商的有沒有 他們來都是西裝畢竟 因為那是公司規定 那如果是國內的話 就比較沒有 就比較隨意 那服裝就比較沒有規定 那他要跟你們醫師來拉 拉業績啊 比如說一樣的感冒藥 可能有六七種啊 那你要不要開他的 那是我們的權利啊 所以其實這種事情很多啦 因為其實像 所以男的應該不會找你 都女的找你 沒有 其實看情況 因為其實 醫生還是有兩支的啦 比如說你這個藥真的很差 你就算找丁丁來代言 我也是不會用 可是問題你怎麼知道 他是差還是差 沒有 我們比如說 你大概知道吧 對 有時候比如說 你在講的時候 一開始我可能不知道 我可能會試用一兩次 可是病人會回饋給我 病人回饋給我說 你這個兜好像沒什麼效 我下次就自然 不管你長得再好看 我也不會用的 只是說可是很多 重點是很多的藥 他其實藥效都差不多 那你這樣講 那他們有什麼好兜的呢 有啊 就比如說你這個月 你多開他 你的是7比3這樣開 他要的就是你7比3 就是你多開一點我的 就是像我們之前 就有賣營養品的廠商嘛 有兩家廠商 一個A廠商 一個B廠商 但是A廠商比較大 B廠商比較小 所以其實像我們 我們醫生的話 有時候一年 可能他們會有一些歐洲年會 或是美國的年會有沒有 有些廠商會贊助我們過去 但是因為出國去 這個價格 還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他付你機票 又要付你住宿 所以價格非常高 都把他投等艙 對 所以他一年只能夠offer一位 所以要offer哪一位 就是一個大學問的 就是一個大學問的 所以當廠商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也會秘密的做 他們通常都希望說 你去就去 但是你不要到處講 我找你 但是請你不要去刺激其他人說 只有我可以去 你們都不行去 這樣他很難辦 對 他很難做的事情 因為A廠商比較大 所以他們公司 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B廠商比較小 所以他們公司沒有辦法 所以有一年就這樣 A廠商就請了一個 很大的教授去 歐洲要開一個營養的醫學會 B廠商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去跟 比如說跟其他的醫師講說 比如說陳醫師 陳醫師 下個月的歐洲那個年會 你有沒有要去 如果你要去的話 我可以載你去機場 這樣子 你們不是要去嗎 我聽說那個誰誰誰誰 某個醫師已經要去了 那你以你的身分 你一定有被邀請到 你怎麼可能嗎 怎麼可能沒有 他說如果你不方便的話 我可以載你去機場這樣子 他聽了就很不爽 因為他沒被邀請 實際上他也不知道 然後他就會去查 可能是誰 對 他就去查 到底是誰被邀請 所以最後就是很慘 因為那個B廠商到處去講 講到很多人都知道 大家都很不爽 因為被講到那些人 都是沒被邀請的 最後A廠商是最可憐的 他出了一大筆錢 而且除了這個 去的醫生支持他之外 其他醫生都反他 結果他反而出錢 又業績又輸掉 我這邊當然想說 大家搶的都是 想到廠商都是誰 儀器 設備還有藥品對不對 其實你們都沒有想過 還有一個最恐怖 就是急診會發生的 那就是搶棺材 你為什麼想說 為什麼要搶棺材 對 冰藏業 冰藏業 其實搶得很兇 而且他們不知道 從哪裡知道的消息 那有一次就是 我們發生一個重大災難 那一天剛好就是在急診 躺很多人 那大部分我們都會問一下 像急診醫師他們都會問 你是要自己帶回家 還是要處理 還是我們幫你 我們自己醫院有一些合約 對不對 這聽起來都很棒 結果突然有一個棺材 就出現在門口 我想說 為什麼要把棺材 然後我們那個醫生 是很敏感的 馬上就叫警衛說 為什麼要抬光 是要抗議還是什麼 原來他是要來搶 剛剛這個重大災難 剛走的 對 這個女生的大體 大家都想說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原來是男方 男方就是說 就給醫院就好了 這樣最簡單 醫院他們有合約 也不會跟你亂七八糟搞 然後等一下就直接到下面 大家如果來 就直接到醫院 然後看他這樣很方便 他也覺得OK 結果現在就是 是女方的舅舅覺得 男方不夠誠意 應該把他辦得很隆重 而且他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應該怎樣怎樣 然後才能夠 對他們家有個交代 所以他已經找人來了 那個他就講說 我不管人已經躺在那裡了 然後就這樣兩個 就一直吵 吵到最後 我們就請他到外面 說你們吵完再告訴我們決定 所以後來那個 我們就請樓下不要上來 我說你上來等一下會被打 然後就直接棺木 都已經在門口了 住院醫師時代的時候 不見得討厭廠商鬥爭 因為有時候如果有兩家廠商鬥爭的時候 你就會有不錯的飯可以吃這樣子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像我們替那個化療病人做 有時候會做那個人工血管 就是大家打化療的時候 會放個小東西在身體裡面 以前我們醫院就是有AB兩家廠商 他們東西都差不多好 只是說他們那個高度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做人工血管的時候 我們叫AB廠商都會有點自由心盛 價錢會不會差 價錢差不多 差不多 對我們來講沒有什麼差別 品質也沒差很多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就是你開到的時候 學弟如果跑來跟你說 學姐我覺得最近好像吃好料機會 比較少肚子有點餓 那我們就開了A的廠商 已經開了一陣子了 我們就叫B廠商的來 然後開了一陣子 B廠商的人工血管之後 A廠商開始覺得業績下滑 有感了 他就開始我們請你去吃 什麼大飯店的什麼東西 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藉由這樣子的競爭 來讓學弟內有一些飯局可以吃 這個 沒有 這種是很常見 因為我們也要讓那些學弟 提早接觸到社會的現實面 但是我們那時候比較好的是 我們不會那麼白目 就是請你來請我們吃飯 又不用你的 這樣就過分了 道義有道 但我們還是有道德感 沒有 這個等於他們的遊戲規則 對啊 我還是講任何遊戲 也不影響到病人 不要影響病人的權益 他們換哪一家不都是一樣 如果品質有差 你去用那二職的你就比較糟了 品質有差你再怎樣都沒有用的 對 但是我覺得不只是那個醫生的 跟那個藥界 我覺得還有那個看護 看護也是一個很大的進駐 我覺得那時候就是 我媽那時候常住院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我們在等病房的時候 我就發現就是有一個阿桑 他就過來跟我們聊天 然後因為他穿著背心 那我也沒有仔細看 他那個背心是寫什麼 我以為是志工 因為以後很多志工 然後我們是很開心跟他聊 然後他就問說 我媽媽是怎麼樣 可能會住多久 醫生有沒有講 然後我當然就跟他講說 醫生可能說怎麼樣 我們就是等病房 醫生說可能今天會有 OK 結果我們有了病房之後 我們就進去了 然後進去之後 阿桑就又進來 我想說阿桑這麼熱心 醫院這麼多 他只是關心我們 但是那時候我也是有一點 那個大頭 我居然因為他可能認出 我是一個藝人 所以想說要跟我多聊天這樣 可是那一次我們在病房裡面說 阿桑進來的時候 就要拿兩顆蘋果 那他也拿過我就覺得說 我不好意思 人家志工 你看人家還送我蘋果 我一直跟他講說不要 不要 我就說你們很辛苦 我一直跟他講你們很辛苦 你們要你們自己吃這樣 他說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你們要自己顧媽媽嗎 我說目前好像是這樣 他說自己顧很辛苦 你有顧過嗎 我說我媽媽沒有住過這麼久 是沒有了 他說我跟你講 半夜真的很辛苦 你在這邊很難睡的 你現在你們還是兩個人 我說對我們家 等那個單人的病房 他說很難等 我這家醫院生意很好 我什麼 他跟我講一對 那我也開始覺得說 對喔 因為我也沒有顧過我媽媽 顧那麼久 然後我會不會也 對我就心裡也在想說 是不是真的要找看護 那我就說 好 那我可以考慮一下 真的 可能要找看護這樣 你是要找看護 但是我跟妳講 我們這一家很好 對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突然很認真 看一下背心 就是看護的那個 背心 但是因為我剛才沒有注意到 我說 可是其實我不是很舒服 我就是妳 真的好像跟蹤我這麼長 我整個下午 妳就跟我一直來聊天 然後進了病房這樣 然後我就說 好 我就說 那我還是要問一下我媽媽的意見 然後謝謝妳 我就想趕快把她打發走 結果把她想要打發走之後 我就說天啊 怎麼搞這麼久 結果不到兩分鐘 另外一家就進來 另外一家就拿著餅乾 那家在外面站很久了 她一起來就跟我講說 我認識妳耶 這電影超久 我說是是 本來好漂亮就來一家 我說謝謝… 然後她就說 因為她有穿著背心 我就知道了 然後她就說 我說妳也是看護公司 她說對啊… 就名片就拿出來 然後她就說 我跟你說 其實剛才那一家我知道 他們其實公平不屑很好 我聽很多的病人抱怨說 他們真的照顧病人就是很粗魯 然後就是病人都常常就說 他們照顧得不好 然後不乾淨這樣子 像現在醫院 會把看護列入管理 所以你這種可以跟護理站反應 因為多數醫院 她只容許她簽約了 你不要小看看護只是幫妳 她有時候照顧得好 幫得上忙 照顧不好 會變成一個溝通 我們很大的障礙 對… 所以還有簽約的 對… 對… 我們醫院專門訓練的看護 那他們簽約怎麼可以進去晃 對啊 你還是可以啊 有些… 她就一般人啊 你以為是家屬喔 醫院其實什麼人都農舍殺處 所以她也沒有簽約 還有跟簽約去搶這樣 對… 其實醫院是杜絕這種推銷行為 對… 可是因為有時候我們不知道啊 就是我們… 應該還是要跟護理站 因為這個列入管理當中 因為她的糧油真的不起 很危險 但是有時候是我們醫院提供的看護不夠 他們常常去登記 都不知道排到什麼時候 外面有人在… 沒錯 再介紹來介紹去 就說好啊 那就是好啊 不過要提醒喔 有的是跟你聊完天說看護 結果她是來看一下 你們都不在對不對 她是… 偷錢 偷錢的 像我們整型外科常會遇到就是 比較常遇到就是 一支的廠商 做夾手夾腳的 那這些一支廠商呢 其實醫院是杜絕這種 推銷的行為 可是呢 像以前在住院的時候 病房的護理站 都會有所謂的病房 病床牌嘛 上面有病人的病子 性別還有診斷 所以他們都會去抄那些東西 然後到門診去查 或到病房裡面去看 但是現在因為各自的問題 所以就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拿掉了 但是廠商還是很厲害 他們化診為0 就背個包包 到病房裡面一直巡 看到哪一床的腳是包起來的 或是你的腳少一支 他就進去自我推銷 說我們是做什麼一支的 我曾經有遇到一個病人 他就是因為他的腳是糖尿病足 然後血管不是很好 我們幫他通了血管之後 準備要做一些重建的動作 比如說做皮板重建 可是這個廠商就跑進去說 你這個狀況看起來 遲早會切掉 好煩喔 結果那個病人就很生氣 跑去跟其他家屬 跟護理站抗議說 怎麼可以讓這些人 進來這樣子講 也有遇過另外的廠商就是說 他們從那個護理站的那個牌子 抄到資料之後 就去門診系統 看他什麼時候回診 有的時候病人回到門診去 比如說推著輪椅過去 這些廠商就一直在那邊準備 然後看到這個病人推來 就馬上大家搶著要去 推這個輪椅 推到診間去 他就可以搶到這個身影 結果結果廠商 因為這樣子互相搶不到 就在那邊打起來 天啊 好難看喔 結果病人就兩家都不用 最後這兩家有 醫院列上黑名單 那病人就自己選擇其他的廠商 這是我一個藥商朋友 他跟我分享了 他自己的故事 那他自己 他不是那種漂亮帥氣的藥商 他是那種拼命三郎型的這樣子 但他始終一直打不過他的對手這樣子 那對手就是那個 他們一出來的人 就是美的美帥的帥這樣子 然後陰庭這樣 那所以他始終就是打不過 結果他就一直想辦法說 我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贏過他們的業績啊 然後結果他就想 那我就請這些大主任去度假這樣子 所以他就招待很多個醫院的大主任啊 大頭頭啊大教授啊去度假 然後他真的很努力很努力一個一個一個拜訪 結果大家都願意來 所以那是一個非常大的盛會這樣 然後是在一個五星級的度假村 他每一個人要花費都不少這樣子 都超過十萬塊 然後那只是為了一場那個座談會而已 那其實他就是讓他們自己度假這樣子 結果到了那天啊 他就很高興嘛 因為他終於半成了 他也希望這個未來可以順水推舟 讓他的事業更好這樣子 結果他就開始一個一個等嘛 進來這樣子 主任你好 胡主任你好 主任你好這樣子 然後每個主任就 也是可以開眼界 就每個主任 有的真的是帶老婆 有的就帶小三 有的帶 別家的藥商什麼的 就這樣大開眼界的時候 最後最重要一個靈魂人物就是 那天晚上晚宴的主獎 是一個院長級的大教授 這樣子就來了 結果他院長來 他好高興 那要準備開始了 結果後面就有一個聲音說 院長等我 結果突然是他的對手 那個藥商 他就直接牽著那個院長的手 原來那天那個院長的那個 伴是那個對手藥商 怎麼打得出我啦 那像我們那個生產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其代寫 其代寫它一定也是大的市場 它是非常貴 而且現在有的人都存三寶 三寶 加起來可能也許在三十萬左右 那你只要有一個客人 一個孕婦存你們家 那個業績一定是有差 我之前有接生一個孕婦 她是半夜 大概兩點多三點多升 那個時候其代寫的廠商 是這樣子 就是你半夜兩三點升 他的業務就是兩三點會出現在 這個餐房門口等你 24小時等 24秒13吧 對 因為他是大客戶 然後我們在準備代產的時候 其實那業務好乖 他差不多十一二點 他就知道沒得睡了 他就先來那個產房外面等 那等等等都不升 就等到半夜三四點的時候 突然要升 這時候突然另一家廠商的業務 急急忙忙衝來 不知道接到什麼通知 另一家廠商的業務也跑來 要撿便宜 他就覺得要升了 然後他就進來跟那個先生介紹 因為那個太太戴產媒婦已經在痛 他也不可能去聽他怎麼介紹 就先生在那邊介紹介紹介紹 然後最後就說 我現在就給你什麼大優惠 就比另一家再便宜一個幾萬塊錢 那先生就很心動 畢竟生小孩已經花這麼多錢了 然後兩個業務可能都是比較年輕 就火氣很大 就在那個產房外面在吵架 然後兩個來互拍桌子 就說我從他懷孕十幾週 就經營這個客戶 對啊 就是這個女生媽媽十幾週 通常就開始找了嘛 就經營這個客戶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來撿便宜這樣子 對 就聽到風聲 可能也是不知道誰去打小報告 所以有孕婦要升了 然後他就撿便宜 對啊 還好最後 孕婦的眼睛是雪亮 他是選擇比較貴的 但是經營比較久的那一家 有人啊 當然你總是有感情吧 對 有感情 對啊 如果是我我也是選那一家 我怎麼可能 那中間的人 後來那個業務就是助理 他離醫院很近 所以就常常都會有人這樣 抱他知道 因為也會有一些媽媽 他是最後連前面都不存 不準備嘛 快要升 他說 我想要存耶 然後就會有人去通知他 就會來 他們業務這樣子 其實是對病人很傷到很困擾 就是反而是讓人家覺得很頭痛 因為我們朋友是去生小孩啊 然後那個保險業務員也是 他剛好碰到一男一女的 那男的就會送很多營養品啊 跟他聊天啊 然後另外一個是女的 還滿好的 還會幫他按摩 而且是那種媽媽的 他會跟他說 你是新手媽媽 那個乳腺不通會很難過 會幫他按摩 然後講說 那個男的 他們給的保單哪裡不好不好 可是最後被那個男的知道 他們兩個也是在病房外面吵架 那也是讓人家覺得很困擾 對 奇怪耶 最後這兩個反而他們最後也沒抱 因為是他的婆婆出來 是說 怎樣 我跟你講 你們是說我小孩子就會生病睡醒 就是我孫子會生病睡醒 你們兩個是 我剛剛也是 你們多遠 這樣就把他們兩個趕走 好不好 富展科最近有三個東西比較熱門 一個就是真的是 另外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現在一些 脂血的藥物 脂血藥物噴了之後 其實不會傷害 也達到很好的脂血的效果 那這幾類其實目前也都是 單價一個都是一萬多 到兩萬多的一個費用 所以他也衍生一些衝突 剛剛講脂帶血是最典型的 以前我有過一個病人 他其實已經跟A家留了 簽約了 他要保留 結果入院的時候跟我說 陳醫師 我另外一個好朋友 他在B家 但是他跟我說 他願意便宜給我 然後問我說哪兩家 這兩家哪一家比較好 醫生這時候 怎麼會講哪一家比較好 因為其實 目前只要qualify 其實大概水準不會差太多 我一看 的確兩家不會差太多 那我說你到底要決定怎麼樣 他說他有B家 可是他請我幫個忙 他叫我出示一個證據 就是他來的時候 所以來不及留給A家 他想要把定金拿回來而已 這是真的 其實如果是因為來不及留 他是可以拿回來一些 可是這樣病 你在得罪人家嗎 所以 只好配合病人 因為其實這也跟我 沒什麼關係 那我就好… 但是這樣會對民生有差 沒有 還好 但是後來A家也會來 跑來問我說 真的有來不及生嗎 我說就有啦 他生得快一點 但是我跟病人講 你自己跟B家之間 你們關係要超好 因為畢竟還是你的權益 不是我們的事情 所以醫院的確是個 鬥子滿街 各行各業 但有人的地方就會有鬥子 說到時候人情留意 先日後好相看 凡事以何為貴 彼此之間互相尊重 感情才能維持更加久遠 謝謝大家 能到生理期前 總是會讓你焦慮不安 心情受到影響嗎 有時還會嚴重經痛 其實女性的荷爾蒙 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各個層面 包括膚質以及髮質 其實這個時候就會建議大家 可以多攝取維生素B6的食物 包括像一些鮮魚或者是鮪魚 雞肉 花椰菜 菠菜 香蕉等等 除此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一些電影或聽音樂 如果讓你的情緒 受到感動流眼淚的話 也可以幫助女性荷爾蒙的分泌 甲溝炎痛起來讓人抓狂 甲溝炎該如何治療呢 如果是單純的急性紅腫 只要將換側泡在溫水10到20分鐘 每天3到4次就可以緩解 如果合併蜂窩性組織炎 皮下濃陽 深部的感染 或是發生在糖尿病 免疫力低下的病人 就要尋求醫師的幫助 該如何預防甲溝炎呢 手腳的清潔最重要 避免咬指甲 再來我們在剪指甲的時候 避免過度去除太多的皮膚組織 然後在腳部的部分 我們建議是平剪不要剪得太深 還有找到合適的鞋子 就可以預防指甲倒叉 甲溝炎的發生喔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